大家好,又来到幕后闲谈的时间了 继续由幕后做主打的 今天就想和大家闲谈一下超人帝拉的一些迷思 在超人帝拉的迷思里面都离不开两样东西 就是超人帝拉的来历和主角非料争的爸爸 非料和马的去向了 今天我就和大家聊聊两样东西 开始之前希望大家可以订阅我们的频道 还有欢迎留言讨论的事不宜迟,马上开始 我知道身为超人帝拉的主要剧本家《长谷川归一》 在2020年写了一本关于超人帝拉的后续小说 而那个小说都已经大概说了超人帝拉的来历 和非料和马失踪后的去向了 本文大约就说了 超人帝拉的光自身就是非料和马 而超人帝拉就是那股光和非料争结合而成的巨人 详细内容我就不多说了 毕竟有很多youtuber说过 我今次主力是想说一下我自己在不理这本小说的情况下 怎么看帝拉这个超人的来历 和想和大家聊一下 需不需要在剧中讲述主角爸爸菲利和马的去向? 先说明我的推论和讲解 只要凭着迪家开始到帝拉本番完结 还有超人迪家与帝拉光与星之战士门的电影罗像推论 即是超人迪家开播后 直接帝拉本番完结前所播出的影片来讲解 事关小弟我 自己就觉得 只要靠这片就已经够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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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迪家的迷思 不过 始终官方到我拍片这一刻 都说帝拉的出生地是不明的 也没有确实提及过菲利和马的下落 所以影片都有漏爆的情况 不过大家也可以看一下小弟的推论如何 和不同意我的说法 对于超人迪拉的身世 我自己就看得很简单 我认为超人蒂娜 纯粹是主角非凌争 變成光的姿态 蒂娜的故事会在豬家故事之后 开始有说到 人类已经跨过重大试炼 而当中说的重大试炼 就是见到超人迪各 整部片发生的事 超人迪各的主角蒂胡 在迪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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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迪 就是飞鳥靠自己变成光的姿态 至于第一集飞鳥在宇宙暈倒之后 见到一股光由远处飞过来 我自己就觉得这只是飞鳥的内心世界 那股光在他的心底慢慢涌出来 并不是由宇宙远处进入他的身体 所以他第一次变身的时候 他的光就由心目涌出来 去到这里可能大家会觉得 那为什么其他人不会变成光 只有飞鳥才变成 我就觉得因为飞鳥在宇宙遇到意外的时候 他凭着永不放弃的意志 所以激发了心中变成光的姿态 从而引发奇迹昇华 而去到火星事件 即是他第一次变成超人的时候 就是他的永不放弃的意志 再次激活他心中的姿态 从而幻化变成光的姿态 而其他人就不知道好彩还是不好彩 没有遇到这些生死必然的事件 就算遇到 都未必好像飞鳥那样 可以即时有这么强的意志 做到变成光的前提的心态 所以他就变不到光的姿态了 而在第三集 因为飞鳥过于自大 所以打不到变成光的前提的心态 从而变不到身 我这个推论其实都有一些东西支持的 在超人蒂拿第49话 最终将一个新的黑影的故事开始之前 其实有一段大约30分钟 叫做超人蒂拿Special的特别篇插进去 这段特别篇的剪接 就可以支持到我的看法 特别篇大约就是讲前Guts的伊朗的队长 和SuperGuts的响队长 两个在酒吧喝东西吹水 而他们吹水的内容 都离不开自己的工作和下属 之后吹吹下 就吹到一些关于人类未来的东西 又说到人类会进步 会迈向这个无战争的时代 然后就开始拍下旧片 但战修方面 有件事很有趣的 就是引用迪加达戏局 提回说人类已经可以靠自己变成光了 说完这句之后 镜头一转就转到飞鸟一边 跑一边说不会放弃 继而就是第一次变成超人的一幕了 所以其实我觉得 剧组已经透过了这个画面的剪接 告诉我们 蒂拿就是飞鸟这位人类 靠自己变成光的一个姿态 亦都可以支持到 我认为超人蒂拿 纯粹是主角飞鸟增变成光的姿态的看法 虽然 这条片只不过是一条 剧组片的特别片 亦都可能有思想会觉得 特别片 不用理了 还要是这些特别片 不过 其实这个特别片 很明显地告诉我们 它是发生在第49画之前 特别片除了加代了 为什么飞鸟第49画 即开始的时候 会去了火星之外 最后亦都说到 在对长收到基地的通知 之后火星有事发生 而火星发生的事件 就是49画开始那场交流 由此可见 49画紧接于这个特别片 特别片所发生的事 亦都属于蒂拿的故事一部分 所以我们去翻查资料的时候 都不可以模仿这条片 就是这样 我纯粹只看96-98年播出的片 我觉得超人蒂拿 就是飞鸟变成光的姿态 不知大家怎么看我的推论呢 不过 留言告诉我之前 我都想跟大家讲一下 有关飞鸟王马这个角色的一些东西 讲之前先讲一下飞鸟王马的背景资料 2005年飞鸟王马参与CO Drive的计划 当时 他驾驶着等凌之白色 像人试验的时候 见到一股过 之后就失踪了 一直都下落不明 连整部剧都没说到他的行踪 在第29集里面 都只是说找回等凌之白色 而都未见他的下落 他的出现 都是在飞鸟战白 或者失智的时候才会出现 就是因为这样 所以超人蒂拿开播至今 很多粉丝 都有讨论过这个角色的去向 根据阿长谷川史的一本后组小说 就说到飞鸟王马已经变成了光 也都用光的姿态和飞鸟结合 所以飞鸟才常常在失智的时候 见到他爸爸 但我不看这本小说 我只看本番 我对这个角色有另外的见解 先讲一下我怎么看飞鸟王马的角色定位 我自己觉得飞鸟王马在剧里面 就是担当着主角飞鸟针的一个精神之处 我们凭蒂拿本篇知道飞鸟王马对主角来说非常重要 所以主角常常会想起他爸爸说的话 而也见到飞鸟针和飞鸟王马两个关系十分友好 会一起打个棒球 飞鸟针也很听他爸爸说话 所以当飞鸟王马失踪之后 这件事对飞鸟针的打击是非常大的 我们看看他得知爸爸失踪之后的样子就知道了 飞鸟王马失踪了这么久 飞鸟针仍然相信他爸爸还没死 会有一天回到他身边 可见他其实这么多年都放不下这件事 不过都很正常的 一个对此很重要的人突然失踪 这么多年都放不下那属正常之事 正正因为主角放不下失踪了这么久的爸爸 而他爸爸就是主角的精神之处 所以每当主角失意的时候 都不禁会见到他爸爸 而根据我自己的看法 因为飞鸟针本身是飞鸟子变成光的姿态 所以当飞鸟针输了的时候 好像被人冰封住 或者被人急到黑洞的时候 都会见到他爸爸 即是见到他的精神之处 而正正因为飞鸟针本身只是飞鸟变成光的姿态 对了整件事我就觉得不关他爸爸的事 所以也都解释到 在超人迪迦的迪拿 光与星之战事门童戏里面 迪拿输了之后 飞鸟见到的不是他爸爸 而是迪迦的旧片 因为当时飞鸟是搜索过很多关于Guts的资料 又和伊朗美地长聊天 在他脑中就冲击着有关Guts和迪迦的东西 所以他输了没能量的时候 所见到的东西 就是他最近脑口中冲击着的Guts和迪迦相关的东西 根据以上的事件 和我对超人迪拿身世的推论 其实超人迪拿输了之后 飞鸟见到的东西 其实全部都是飞鸟的内心世界 他在想着Guts的东西 输了就会见到Guts的东西 而没什么特别事发生的时候 他输了就会见到他的精神之处 就是他一直都放不下 又加上他很多人的爸爸飞鸟和马 好了 讲了这么久 其实我也是想说 剧组根本没需要解释飞鸟和马的确实去向 观众都不需要那么执着去知道这个角色的下落 正如刚才这么说 飞鸟和马在剧中的角色定位 就只是主角的精神之处 在主角的内心世界出现 这个角色仔细的下落 无论说还是不说都不会影响整个故事的发展 而我自己觉得 剧组已经将这个角色的定位发挥得很好 根本就没需要讲述这个角色的下落 再加上 正正就是飞鸟和马的不明去向 造就了新领域时代发展过程的艰辛 更突显到剧中的人类那种不怕面对失败 继续向未来进发的新领域时代精神 所以 剧组不假释这个角色的去向 是更能够达到帝拿这部剧的中心思想的 以上就是我凭着96-98年播出的片 而对超人帝拿的迷思作出一些小小的推论和见解 我知道不多不少多的老保成分 不过自问老保的内容已经是很少的了 不知道大家怎么看呢 就和管理我的看法呢 欢迎留言告诉我 这条片到这里差不多了 希望大家可以赞好留言和分享 还有订阅我们的频道 按下个铃铃 那一条新片你就会立即知道了 这条片到这里 我们下条片见 拜拜